前一段时间,导演姜文的《阿恶不压正》被崔永元泄弄,是根据自己改编的电影改编的故事,和微博评论,一个人为了15年的复仇在屋顶上奔跑,最后让集团的力盟受了灾难,彭云彦扮演我,帅气,的确,嘲笑嘲讽。 2018,崔永元在中国娱乐圈进行了大抵震,原本打算给华谊兄弟和冯小刚聊些老虎去,但现在把饭冰冰放在船上,崔永元,冯小刚,一个是央视嘴,一个是圈子,著名的小刚炮,本来就是什么都没有,没有朋友的话,却因为2003部电影手机,形成长达新年的怨恨。 在2003,新年电影,冯小刚的电影手机,在娱乐业引起了极大的骚动,许多看过手机的观众,不仅联想到许话实说和主持人崔永元,虽然冯小刚和电剧刘振云,尽确否认,偏与崔永元有任何牵连,但各种猜测,假设随之而来,崔永元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, 所以当他听说冯道要开始拍摄手机二时,崔永元不能静静的作者,这导致了一场大逃税事件,战争开始时,华裔兄弟的股票急剧下跌,范冰冰被击毙,冯道的手机二被暂时搁置, 然后国家开始关注明星薪酬问题,A.G.U.和腾讯联合发布了《中午阳光》、《花瓷影视》、《柠檬电影界》、《C.L.Media》、《遥克传媒》和《心理传媒》的联合声明,以遏制明星的不合理补偿,三个视频网站,购买和制作的所有影视剧,而六家主要影视公司,单讨电影片酬寒帅的演员不得超过一百万元, 且电影总报酬还税不得超过五千万元,在这里,小编不得不说,小崔好样的,一世纪起千层浪,把明星拍在了沙滩上,作为一个有良知而又正直的汉子,小崔,我们请你,加油!